好 同学们 搞定了票据法的总则 那么接下来我们进入票据法的分则 分则部分的我们要介绍三类票据 分别是汇票 本票和支票 当然这三类票据当中 汇票是最重要的 典型的三星级考点 当然它也是我们整个票据法这一章当中 最后一个核心考点 那在汇票制度当中 原则上它是根据出票人不同 分成了银行汇票和商业汇票 但是从整体汇票制度的内容介绍 它是以商业汇票为基础来展开的 因此银行汇票 大家知道有这么一个类型 对银行汇票的一些基本的概念 能够有一个认知就够了 整个汇票制度 记住它是从商业汇票的角度来出发的 那咱们在这儿 首先来看一下汇票的概述 涉及到汇票的概念就有很明显的体现了 大家看 他说汇票是指由出票人签发 委托付款人在指定的到期日 向持票人无条件支付一定金额的票据 这很明显是站在远期商业汇票的角度来说的 对吧 他谈出票人签发 他不谈银行 他谈自己是违付票据 那银行汇票是自付票据 对吧 他谈要到指定的到期日才能要钱 是远期票据 那银行汇票是寄付票据 是吧 所以你知道他从概述这一部分 从汇票的概念上来讲 就给我们后续的学习定调了 就是告诉你 这一部分商业汇票是重点 银行汇票做一般了解 好 那既然是做一般了解 那咱们也得了解 所以我们先把银行汇票解决掉 就一点点的小内容 那首先呢 我们来认识一下银行汇票 这是一个银行汇票的票样 大家会发现 在这个位置 是出票人签章栏 盖的是银行的汇票专用章 也就意味着银行汇票 必须由银行来出票 企业和个人是不能用的 好 那么在银行汇票的使用过程当中 大家会发现 它这上面有三个金额 分别是出票金额 实际结算金额 还有这一块 有一个多余金额 在银行汇票的申请过程当中 申请人要将款项存入银行 那银行根据申请人存入的款项 在汇票上用押述机 押印一个出票金额 出票金额是这张汇票使用的上限 就你这张票不管说是用于交易也好 还是用于什么情况也好 你最多就用这么多钱 你可以比它少 当然不能比它多 因为你一共就存了这么多 对吧 好 但是银行审核付款的依据是什么 不是出票金额 而是你真正付款时实际的结算金额 当然两者之间的差 会作为多余金额退还给申请人 为什么我们说银行汇票是自付票据呢 大家可以看到 它的无条件支付的文具 写的是平票付款 就是你只要拿票来找我 我就给你钱 对吧 那简单了解一下有这么几项规定 首先第一个 从使用的程序上来讲 申请人申请存入款项 一定注意是由银行来签发 好 第二个 收款人是申请人所指定的相对人 当然也可以是申请人自己 就是我们可以向银行申请一张银行汇票 把收款人直接指定为我们的交易对手方 当然如果说我们在采购过程当中 要货比三家 我们不知道交易对手方是谁的时候 也直接可以将收款人指定为申请人自己 然后接下来呢 后续使用过程当中通过背书的方式来用就可以了 对吧 好 接下来 第三个是银行汇票上的金额 银行签发汇票时 基于所收妥的金额填写出票金额 就是你收了多少 你就填多少 一分不多 一分不少 好 接下来 银行汇票的申请人在取得汇票后 尤其自己或者取得汇票的相对人 根据实际应支付的款项 另行填写 实际结算金额 其数额不得超过出票金额 所以出票金额它是个上限 那未填名实际结算金额和多余金额 或者实际结算金额超过出票金额的 那银行是不予收理的 在这些条款当中 这一条是能够涉陷阱的 是稍微有一点点重要的 好 那么接下来就是多余金额是由出票行退交申请人的 程序都说过了 简单了解就够了 那接下来 我们来看商业汇票 这个才是我们接下来重点学习的内容 当然银行汇票咱都认识一下了 商业汇票咱不得认识认识吗 商业汇票呢 是由企业来使用的 那根据成队人的不同 我们说过又分为商业成队汇票和银行成队汇票 那咱们分别来见识一下吧 我们先来看 这是一张商业成队汇票的票样 商业成队汇票 大家看啊 他的收款人在这儿 是天津市某公司 不是特别清楚 凑合看 他的付款人 是北京市某公司 说明什么问题 说明是天津的这个公司 跟北京的这个公司进行交易 然后呢 北京这个公司呢 目前暂时没有钱 所以透支了自己的商业信誉 使用了商业成队汇票 来进行付款 那么这张票呢 他非常有意思的点在哪啊 大家可以看啊 这是出票人签章篮 大家看看是谁盖的账 谁盖的账 天津市某公司 他是收款人签发的 这是商业成队汇票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 就是收款人和付款人 他都可以作为出票人 去签发商业成队汇票 如果是收款人签发的 交由付款人成队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成队人签章篮 商业成队汇票是由银行以外的 付款人来成队 所以你看 交由付款人成队 交由北京市某公司成队 在北京这个公司 在成队人栏盖章之前 他的身份叫付款人 付款人是出票人记载的 那他有没有在票据上盖章呢 没盖 付款人没盖章之前 他对这张票承担票据责任吗 不承担 但是一旦他在这张票的成队人栏盖了章了 他就成为了这张票据的主债务人 他的身份就由付款人 改为了成队人 对吧 好 那么交由付款人成队之后 收款人再把这张票据收回就可以了 那如果是由付款人签发呢 那你就会发现 他呢 既是出票人 又是成队人 那么这里边的两个章 就成了一个人的账 那由付款人签发并成队之后 交给收款人 也是可以的 没有问题 OK 那么接下来咱们再来看下一张 这是一张银行成队汇票 他的出票人在这儿 是北京市某工厂 他的收款人在这儿 是南京市某工厂 说明北京市这个工厂和南京这个工厂进行交易 暂时没钱 于是呢 要透支自己的商业信誉 南京这个工厂呢 对他不太信任 于是呢 需要用银行信誉 为企业的商业信誉做背书 所以北京市这个工厂 作为出票人 签发了这张票据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出票人签张栏 是他签发的 好 那么出票人签发之后呢 找到 成队银行 他通常是自己的开户银行 然后呢 与银行签订成队协议 银行审核这个北京市某工厂 有到期还款的能力 于是在成队人栏盖账 盖的什么账 汇票专用账 那么银行一旦在成队人栏盖账 就要承担 对这张票据最终的付款和清偿的义务 也就成了这张票据的主债务人 当然他付的还是企业的钱 所以我们要求北京市某工厂 要在票据到期前将款项存入 那如果没存入呢 很简单 依据成队协议去追责 那银行成队汇票 他是要由在成队银行 开立账户的存款人去签发 换句话说就是银行成队汇票 他只能由 这个 出票人 去签发 因为他跟成队银行之间 要签订成队协议的 所以他就不能由收款人去签发了 好简单的认知一下这两张票据 然后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他的具体规定 前边的这些内容呢 咱们都是说过的是吧 从试用范围上来讲 只有在银行开立存款账户的法人和组织之间 才能使用商业汇票 个人不能用 对吧 然后从分类上来讲 根据成队人的不同 分为银行成队汇票和商业成队汇票 银行成队汇票 是由出票人记载银行 包括财务公司为付款人 并且由付款人 也就是这个银行予以成队的 那 注意 财务公司成队汇票 是同银行成队汇票管理 所以在这儿咱们就不做单独的分类了 那商业成队汇票是由出票人 记载银行之外的人为付款人 并且由付款人予以成队 总之根据成队人不同做的分类 好 接下来是商业成队汇票的签发方式 看清楚是商业成队汇票 刚才我们讲过了 可以由出票人兼任付款人 并予以成队 也可以由出票人兼任收款人 是吧 也就是说收款人和付款人 都可以签发商业成队汇票 前面我们也展示过了 在这儿也不废话了 这些都是基础知识的铺垫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汇票的出票 从这个内容开始进入了汇票的实质性考点部分 在汇票的出票部分 我们要求大家掌握其相应的记载实项 其中绝对必要记载实项 一共有七项 分别是无条件支付的委托 收款人名称 付款人名称 确定的金额 出票日期 出票人签章 以及表明汇票的字样 有同学说了 老师你这个排序 怎么跟教材上的排序不一样呢 不一样的原因是 我们要给一句口诀 让大家把它记住 所以我就按照口诀的顺序给排了 这句口诀 叫魏师傅金去千阳 魏师傅 喜欢吃羊肉 今天去千只羊来 准备吃火锅 魏代表的是为 施代表的是收 付代表的是付 金代表的是金额 去代表的是期 出票日期 签是签章 羊就是这个样 表明什么什么的字样 所以魏师傅金去千阳 当然 对于不同的票据来讲 也有可能不是魏师傅 而是成师傅 那成就代表的 无条件支付的承诺 总之呢 魏师傅和成师傅 他俩都挺奇怪 吃羊肉的 好 魏 无条件支付的委托 施收款是名称 付付款是名称 金是出票金额 去是出票日期 这个期 签是出票人签章 羊是表明会票的字样 这个口诀看两遍 基本上就问题不大了 好 这个口诀记住之后呢 本票和支票 他们俩 各六项 各比会票少了一项 其中本票呢 没有付款人名称 因为本票是出票人 承担付款责任嘛 支票呢 他是没有收款人名称 因为支票 他不记载收款人名称 这个票是可以使用的 后面我们会讲到 所以记住会票的口诀 魏师傅金去迁阳 然后记住支无收 本无付 那一句口诀 我们就把所有票据的 绝对必要记载事项 全部搞定了 那未来无论是考主官题 还是考客官题 也就都没问题了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相对必要记载事项 相对必要记载事项当中的付款日期 是汇票所独有的 本票和支票都是寄付票据 所以他们是不能另行记载付款日期的 如果另行记载付款日期了 会导致记载无效 但是商业汇票 因为它是远期票据 所以它应当记载付款日期 而且根据付款日期的不同 它还分为定日付款 出票后定期付款 和建票后定期付款三类 是吧 但是如果没有记载呢 没有记载就视为建票寄付 相对记载事项 不记载 按照法的规定执行 不会导致票据失效嘛 所以这就是寄付商业汇票的 这个出题的时候的一个背景 好 那接下来 后边还有两个 分别是付款地和出票地 付款地和出票地 各类票据都有 都是作为相对必要记载事项的 所以这一块大家要注意去区别 因为这一块是第一次见 我们就把它所有的内容 整体就总结一块了 后续呢 在本票和支票当中 再见到的时候 我们就不多总结了 在这就整体对比了 好 首先呢 是付款地 如果没有记载的话 是以付款人的营业场所 住所或者经常居住地为付款地 我们叫三选一 企业使用嘛 所以通常情况下 企业是有营业场所的 但是呢 也不是说所有的企业 就一定有营业场所 是吧 也有无固定经营场所的企业 所以如果没有无固定经营场所 那就是住所 或者是经常居住地 这一条要跟支票去区分 支票 它的付款人 是出票人的开户银行 银行是一定有营业场所的 所以支票的付款地 如果没有记载 是以付款人的营业场所为付款地 所以它是唯一 同时又要与本票去区分 本票因为没有付款人 所以它是由出票人承担付款责任 所以本票的付款地 你看准了 是出票人的营业场所 支票的付款地 是付款人的营业场所 这个也是唯一 但是对象不一样 不能乱写 好 接下来就是出票地 出票地如果没有记载呢 我们是以出票人的营业场所 住所或者经常居住地 为出票地 商业汇票嘛 是吧 企业可以用嘛 那企业我们讲了 它不一定有营业场所 所以它是三选一 这一块呢 只需要与本票区分就行了 因为支票如果没有记载出票地 也是出票人的营业场所 住所或经常居住地 因为支票也是企业使用 同时个人还能用 所以它更理是三选一了 那本票呢 是银行出票 银行是有办公地点的 所以本票的出票地 就是出票人的营业场所 它是唯一 所以这块内容 不要去死机营被 你想一想是谁在用 你想一想 它有没有办公地点 也就可以了 有办公地点的 就是营业场所 是谁的就是谁的 如果没有办公地点的 那就是营业场所 住所或经常居住地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出票的效率 对于出票人来讲 他一旦出票就成为票据的债务人 但是你看准了啊 我们可没说他是主债务人 他是票据的债务人 他会承担担保票据成对 和担保付款的责任 所以对于商业汇票来讲 如果说成对人成对了 那么成对人是主债务人 出票人就是次债务人 那如果说未经成对 那么最终承担票据责任的 就承担最终追索责任的 就是出票人 好 第二是对付款人的效率 付款人成为票据上的关系人 付款人并未在票据上签章 并非票据的义务人 所以对于商业汇票来讲 付款人并不承担票据责任 我们也不能够对付款人 行使相应的付款请求权和追索权 他必须得成对 才对这张票据承担责任 好 第三个是对收款人的效率 收款人呢 他取得相应的票据权 好了 看题 16年的多选题 说下列个项中 属于汇票上的 绝对必要记载事项的有谁 我们的口诀是什么 魏师傅金去签阳 魏 无条件支付的委托 师 收款人名称 付 付款人名称 金 是汇票的金额 去 就是出票日期 签 是出票人签章 阳 是表明什么什么票据的字样 好了 有口诀 对号如作就行了 必选项付款日期是相对必要记载事项 如果不记载 是视为鉴票基辅 正确答案 A C D 好 接下来 我们来看第三个内容 汇票的背书 汇票的背书 是一个主关题的窝子 这一部分的主关题考点 非常的集中 那背书的类型呢 有三种 分别是转让背书 委托收款背书和支押背书 而后两者呢 我们又将之称之为 叫非转让背书 好 那咱们首先 先来看转让背书 转让背书呢 指的就是以背书方式 去转让票据权利 对吧 好 那么既然是以背书方式 去转让票据权利 票据是文艺证券 所以我们要在票据的背面 做相应的记载 记载什么呢 背书的绝对必要记载事项 一共有两个 第一个是背书人签章 第二个是背背书人名称 其实我们在前面一直在划 一直在划都是这个东西 是吧 背书人签章 记载背背书人名称 好 它的考点在哪呢 它的考点在背背书人名称 这一块 注意 背书人如果没有记载 背背书人名称 即将票据交付他人的 持票人在票据的 背背书人栏内 记载自己的名称 与背书人记载 是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的 当然 如果最终没有记载 最终没有补记 那就是背书行为欠缺 绝对必要记载事项 那会导致背书行为无效 而且这个无效 它是一个形式上的无效 是一个形式上的无效 好 那么我们所谓的最终 指的是提示付款的时候 好 那么如果最终补记了 那与背书人记载 是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的 那这个行为就是有效的 这个内容 在我们的考试当中 考过两次主管题 17年和19年都有过考核 在这块呢 提示大家注意一下 我们很多同学错呢 是错在这个位置上 我们很多同学把它写成了 这个背背书人 在票据的背背书人栏内 记载自己的名称 与背书人记载 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事实上呢 不一定是直接的背背书人补记 只要是最终的持票人 在提示付款之前 进行补记就够了 举个例子吧 比如说 A公司签发票据给B B背书给C C背书给D D背书给E 好 在背书人栏里面 第一栏 B公司签章 应该记载C公司名称吧 B公司就问C公司了 你们公司叫啥名啊 C公司说了 我们公司啊 我们公司那名特别好记 我们叫 滋爪嗲嗲有限公司 B公司的快递拿过来之后 一个字都不会写 B公司算算算算算 你自己写去吧 扔给他了 是吧 那C公司拿过去之后呢 他背书转让给了D公司 在背书人栏签章 他也没写 好 然后D公司呢 把票据背书转给E公司的时候呢 D公司在票据背书栏签章 交付给了E公司 好 那么E公司他在提示付款之前 他可以自行把C D 还有自己E的名字 全部布在这 是由E公司来完成这种补记 就够了 就可以了 好 接下来相对必要记载事项 就一个背书日期 如果背书没有记载日期的 视为在票据的到期日前做的背书 因为票据一旦到期了 其实你就不用背书这张票据了 你就可以直接去兑现这张票 你进行交易的时候 你就可以采用其他的方式 比如说另行签发票据呀等等 是吧 所以如果没有记载日期 我们默认是到期日前背的书 好 接下来第二个内容是 限制背书 限制背书呢 我们得看是谁写的 如果是出票人 记载了不得转让字样 那么会票就不得背书转让 那这种情况下 这个会票就丧失流通性了 不能转让了 当然丧失流通性 那如果是背书人 在会票上记载了不得转让字样呢 其后手如果在背书转让的 原背书人 对后手的背背书人 就不承担保证责任 而只对其直接的背背书人承担责任 这个内容是我们主关题的核心考点 在以往年度有据可查的题目考了四次 17年 18年 20年 21年 而且在注快的考试当中呢 你注意了啊 就是但凡考到了 你在读案例题的时候 看到题目当中 表达有谁谁谁 记载了不得转让字样 那这个人肯定是个背书人啊 那你就把这个人圈下来 因为在我们考试当中 还没有出现后手听话的时候 说他就写了不得转让 我就老老实实不转让了 不可能要出现那种情况的话 那题就不用出了 是吧 也不会考你了 所以后手一定不会听话 他一定会转让 那你就直接答 原背书人 对后手的背背书人 不承担保障责任就完事了 因为这张票 他不会回到 直接的背背书人手中 考题里面他也回不去 我们来画一个图看一眼 话说A公司签发一张票据 给B公司A一匹 是A的开户银行 那B公司将票据背书转让 给C公司的时候 在票据上记载了 不得转让字样 C公司不听话 人家说不得转让了 他还转 他又把这张票据背书转让 给了D公司 好 那么这种情况下 这个票据经过了两次背书 在第一次背书过程当中 B公司把票据背书转让 给C公司的过程当中 B公司叫背书人 C公司叫背背书人 那么站在B公司的角度 管B公司是B公司的后手 D公司是C公司的背背书人 所以我们将这称之为 叫后手的背背书人 好 第二次背书呢 C公司是背书人 D公司是背背书人 那么站在D公司的角度 管B公司叫什么呢 C公司的票据 是从B公司的手里边拿到的 所以我们管B公司 叫原背书人 所以这句话说的是什么 叫背书人 在票据上记载了 不得转让字样的 其后手在背书转让的 那么原背书人 就不对 后手的背背书人 承担保证责任 也就意味着这张票据 D公司到期行使付款请求权 被拒绝的情况下 他向其直接前手 C公司追索是可以的 他向出票人 A公司追索也是可以的 甚至如果A皮 他是无理俱付的成队人 追索他也没问题 但是 唯独记载了 不得转让字样的这个背书人 他是不能追的 因为他不再对后手的 背背书人承担保证责任 那么如果说 D公司追索了C公司 C公司偿还了票据金额 那取得了持票人的权利 他在向前手追索的时候 他能追索B公司吗 我们说可以 因为这张票 无论往后背书了多少手 只要他回到了C公司的手中 就相当于没有背书转让过了 所以B公司可以不对 后手的背背书人承担保证责任 但是他要对后手的 直接背背书人承担保证责任 正因为如此 所以大家想一想 为什么出票人记载了不得转让字样 这张票就丧失流通性了 因为出票人记载了不得转让字样 他也只对直接后手负责 也就意味着他只对票据的收款人负责 那当然就丧失流通性了 是不是 这句话是主观题的重点 考试的时候 会答 则答 不会答 请你用票据当中的人物关系替态 说B公司将票据背书转让给C公司时 记载了不得转让字样 C公司再背书转让的 那B公司就不对D公司承担保证责任 没有问题 满分 满分 但是如果你把背书人 背背书人 原背书人 后手的背背书人 有一个词给写错了 那人物关系乱套了 那就完了 你把后手的背背书人 写成了后手的背书人 完了 零分 好 接下来第三个 就是条件背书 条件背书呢 更是我们考试的重点 主观题的核心法条 注意 条件背书是条件无效 叫背书不得服有条件 背书服有条件的所付条件 不具有票据上的效率 在12年 15年 17年 19年 考过四次主观题 但是大家一定注意啊 在注册会议室当中 他对背书辅条件的考核 没有你们想象中那么简单 就是单纯的条件无效吗 我们说不是的 这一块呢 注意一下他的主观题的思考路径 跟着我一起来看 他有这么几种考核的角度 首先 我们先看第一种情况 A公司签发一张票据 给B公司 A一匹尔莎的开户银行 那B公司将票据背书 转让给C公司的过程当中 在票据上注明 工程验收合格 则背书行为有效 或者叫票据转让行为生效 结果呢 最后这个工程验收没有通过 好 那么这种情况下 站在C公司的角度 咱们说啊 站C公司的角度 咱们说啊 他有没有票据权利 他有没有票据权利吧 你就说他有没有票据权利吧 有 为什么 因为背书府条件 条件无效 也就是说这个条件 他在票据上写了 跟没写是一样的 好 他既然在票据上写了 跟没写是一样的 C公司是有票据权利的 所以C公司在票据到期的时候 拿这张票 找 A品行使付款请求权 可以吗 可以 好 那么如果行使付款请求权 被拒绝了 那么我们向出票人 行使追索权 可以吗 可以 那么C公司这张票 如果行使付款请求权 被拒绝了 向B公司追索 可以吗 不可以 为什么 因为这句话 它不产生票据法上的效率 它不产生票据法上的效率 但是它产生了民法上的效率 也就意味着 对于直接的后手 可以通过基础关系进行对抗 因为你的验收没有通过 所以 对不起 B公司 是可以对不履行约定义务 有直接债权债务关系的当事人进行抗辩的 所以考试的时候 你一定看清楚什么时候打哪个法条 如果你在这儿 答题 你达成了 你达成了背书条件无效 那就完了 那就完了 好 接着往下来 如果C公司把这张票据背书转让给了D公司 D公司不知情 又支付了合理的对价呢 那这种情况下 当D公司请求B公司承担清偿义务的时候 也就是向B公司行使追索权的时候 B公司能不能以C公司的工程验收 为合格为由拒绝承担责任 我们说 不能 他是可以追索的 这个要答什么 这个就要答抗辩阶段 不能以与持票人前手之间的资金关系 去对抗持票人 好 那么如果D公司他知情 他知道C公司的工程验收为合格 或者说 C公司是将这张票据 无偿赠送给D公司的 他没有支付对价 那么这种情况下 D公司向B公司行使追索权的时候 B公司可不可以 以C公司的工程验收为合格为由提出抗辩 可以 D公司就不能够对B公司去行使追索权 为什么 要答什么 要答抗辩切断的排除事项 也就是不能切断的情形 后手明知 或者没有支付对价所想要的权利 不得优于前手 所以在这一块内容 在考试的运用过程当中 是和我们前面总则当中的知识点进行结合 咬得非常密的一个条款 所以在考试的时候 大家一定要看清楚 在背书人在票据上辅了条件之后 他的后手的持票人到底做了什么事 他到底诉求是什么 进而决定 你到底怎么答题 你到底用哪个法条 这不能乱用的啊 好 接下来第四个内容是部分背书与分头背书 这个呢会导致背书行为无效 原因很简单 因为票据是完全有价证券 部分背书和分头背书是无法交付票据的 所谓的部分背书 指的是将票据金额的一部分转让 所谓的分头背书 是指将票据的金额 分别转让给两人以上的背书 由于无法交付票据 你一张票怎么交付给两个人 撕两半吗 是吧 所以会导致背书行为无效 这个呢 了解一下就行了 这不是考试的重点 好 再往下叫回头背书 回头背书其实非常简单 但是这就简简单单两句话 他居然站在两个角度上来谈问题 所以好多同学看完了之后有点懵 什么叫回头背书 他说持票人为出票人的 对前手没有追索权 第二条又说持票人为背书人的 对后手无追索权 所以你这块你得看清楚了 持票人为出票人 对前手无追索权 这句话 他是站在持票人的角度来说的 所以很多同学说了 说出票人哪有前手啊 对吧 他不是站在出票人的角度说的 他是站在持票人的角度说的 而第二条 他说持票人为背书人的 对后手无追索权 他是站在谁的角度说的 他是站在背书人的角度说的 对后手无追索权 从考试的角度来说呢 这个点在二二年考了一个主观题 看一下回头背书 第一种情况 A公司签发一张票据给B公司 A一匹而是A的开户银行 B公司把票据背书转让给了C公司 回头了吗 没回头 然后呢 然后C公司跟A公司交易 把这张票据背书转让给了A公司 你看这个叫什么 这个就叫做持票人 为出票人 对吧 你最后的持票人不是出票人吗 所以这种情况下 你如果站在出票人的角度说 你就没法说话了 所以你只能站在持票人的角度说 说持票人对前手没有追索权 因为你本身就是出票人吗 所以你怎么对B公司和C公司进行追索呢 你就没法追索 对吧 好 那接下来 第二种情况是回头背书给前手的背书人 A公司签发一张票据给B A一匹是开户银行 B背书给C C背书给D 然后D呢又背书给了B公司 所以这种情况下呢 他说 对后手没有追索权 那你说你站在这儿 你如果站在持票人的角度说 哪有后手啊 没有了吧 是吧 所以他是站在这儿说的 他是站在背书人的角度说的 那B公司对他的后手C 对他的后手D 都是没有追索权的 都没有追索权的 你回头了吗 是吧 你回到前面去了吗 那他对谁有追索权呀 对出票人A是有追索权的 是吧 所以什么时候对前手没有追索权 什么时候对后手没有追索权 你看准了位置说话 你知道他在说什么了 好 接着往下来是背书的连续性 以背书转让票据的背书应当连续 持票人以背书的连续去证明其票据权利 所谓的背书连续我们在前面一直在用 前一手背书的背背书人 就是后一手背书的背书人 前一手背书的背背书人 就是后一手背书的背书人 这就叫背书连续 我们以背书连续证明其票据权利 是依法取得的 好 那么如果是非经背书转让 而以其他合法方式取得会票的呢 这个是要依法举证来证明票据权利 非经背书方式转让 以其他合法方式取得票据 比如说公司合并导致的 比如说继承导致的等等 对吧 我们在前面举过类似的例子 老赵同志不幸嫁鹤西游 他手里边有一张支票 他儿子小赵拍着他爹的棺材 一边喊一边哭 爹呀你可憋走啊 你等会再走啊 你快起来呀 你给我背个书吧 他起得来吗 他起不来 是吧 所以只能依法举证 证明是合法继承人 这一条 是主官题考过的点 只不过年轻比较早 是15年考的 15年考过主官题的例 就是背书不连续 并不一定是有问题 背书不连续 干嘛依法举证去 好 背书连续性的判定 在票据转让中 转让汇票的背书人 与受让汇票的背背书人 在汇票上签章 依次前后衔接 连续背书的第一背书人 应当是在票据上记载的收款人 也就是票据的第一权利人 最后的持票人 应当是最后一次背书的背背书人 最后一次背书的背背书人 就是这张票据的最终的权利人 知道是什么就行了 好 接下来是票据的贴线 所谓贴线呢 它是指商业汇票的持票人 在汇票到期日前 将票据权利背书转让给金融机构 尤其扣除一定利息后 将约定的金额支付给持票人的一种票据行为 什么票据行为啊 背书转让行为吗 是吧 只不过呢 它没有真实的交易关系 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特殊的票据权利买卖 只不过呢 这个是一个合法的票据权利买卖 为什么呢 因为它买卖的对象是金融机构 这个呢 也是我们票据融资功能的体现 所以贴线 首先第一个 它必须是在到期日前 因为票据一旦到期了 你就可以直接兑现了 你没有必要去贴线 对吗 第二一个 它是一种转让背书 所以你提前拿到钱了 等到票据到期的时候 由金融机构去收取票款 收回来 是进金融机构自己的账户 跟企业没关系 好 接下来第二条 说办理票据提现业务的机构 必须是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 有贷款业务资质的金融机构 你也有是银行吗 是吧 其他组织与个人从事票据提现业务 可能要承担行政法律责任 甚至是刑事责任 那就是票据权利买卖 那就会导致无效 对吧 好 接着往下来 第三条 说贴线人必须审查贴线申请人 与前手之间的交易关系的有关文件 因为贴线这个环节是没有真实交易关系的 所以在贴线过程当中 我们就要求去审查申请人 与前手之间的交易关系 好 接下来第四个 说贴线人如果明知贴线申请人 与其前手之间没有真实的交易关系 却接受贴线申请并完成转让背书 那这种情况下会导致转让背书无效 也属于非法贴线 那贴线人不能取得票据权利 贴线款和票款应当相互返还 跟权利买卖是一样的 这里边所说的贴线人就是贴线银行 所说的贴线申请人就是企业 A公司签发一张票据给B公司 这张票六个月以后到期 B公司等不了 于是直接找到了假银行贴线 那么假银行叫贴线人 B公司叫贴线申请人 看题 这道题说下列关于票据转让背书 无效情形的表述当中 正确的是谁 16年的题目 A说背书人没有记载背背书人名称 由持票人补记的背书无效 背背书人名称是这个背书行为的 绝对必要记载事项 所以如果在最终提示付款的时候 没有补记 那这种情况下背书行为就是无效的 但是如果说由持票人补记了 那与背书人记载是具有同等效力的 所以这个说 说法错了 B说背书时服有条件的背书无效 背书服有条件是所付条件 不具有票据上的效力 所以错了 C说背书人将票据金额 分别转让给两人以上的背书行为无效 这个是分头背书 背书行为无效 第一说背书人在票据上记载不得转让字样的 其后手的转让背书无效 后手的转让背书是有效的 只是记载了不得转让的背书人 对后手的被背书人不承担保证责任而已 所以这道题的答案呢 就是C选项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道09年的单选题 这道题说 假公司呢 为购买货物 而将所持有的汇票 背书转让给乙公司 但因为担心以此方式付款后 对方不交货 因此在背书人栏记载了 乙公司必须按期保证交货 否则背书不生效 这叫什么 这个叫背书辅条件 背书辅条件 它不具有票据上的效率 对吧 那么乙公司在收到票据后 没有按期交货 然后问你下列表述中 正确的是谁 没有按期交货 那背书行为有效吗 也是有效的 是吧 所以他说背书无效 肯定是错的 那 说票据无效 肯定更是错的了 对吧 好 那在背书有效的情况下呢 B选项说 乙的后手持票人 应受上述记载的约束 受约束吗 不受 对吧 不具有票据上的效率 C说 但是上述记载 没有汇票上的效率 对吧 他没有汇票上的效率 但是他产生的 有民法上的效率 所以他只对直接的背背书人 也就是乙公司 是可以提出抗辩的 所以这道题呢 他本身的考法和玩法 其实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主观题 案例题出题的一个背景 背景摆在这之后 接下来后续 他不过就是问你 到底针对于谁 然后或者说是乙公司 还是乙公司的后手去行使票据权利 然后进而让你去考量 到底用哪个法条去解决他 这道题的答案是C选项 好 搞定了转让背书 我们再来看第二类 叫委托收款背书 委托收款背书呢 它并不是以背书方式 去转让票据权利 而是通过背书方式 去设定一个代理收款的权限 我们一般拿到票据之后呢 我们不会找出票人的开户银行 或者是去找成队人去要钱 而是委托自己的开户银行去收款嘛 而票据呢 它是文艺证券 你委托自己的开户银行 代理你去收款 你必须要在票据上做相应的记载 怎么记载呢 通过委托收款背书来完成 委托收款背书 与一般的转让背书 它的绝对必要记载实项呢 是一样的 也得是这个背书人签章 然后背背书人的名称 但是如果紧记载到这个位置上 那就是转让背书 那这样的结果是什么 就是银行 它确实能帮你收钱 但是收回来的钱 不进你的账户 进他自己账户了 我们是希望让他帮我们去收钱 但是收回来的钱 要进到我们自己账户上来 所以我不是把票据转让给你了 我只是给你设定一个代理权限而已 所以我们要在上面加记委托收款或者脱收或者代理的字样 看一张票 这是一张转账支票的这个背面 对吧 委托收款背书的时候 由背书人签章 记载背背书人的名称 然后注明委托收款字样就可以了 我们来看一下委托收款背书的效力 站在背背书人的角度 他取得了行使付款请求权 追索权 以及收取款项的代理权 他只是个代理人而已 好 那么背背书人是票据权利人吗 当然不是了 因为收回来的钱 他不进背背书人自己的账户吗 对吧 委托收款背书的背背书人 不得再以背书去转让汇票权利了 因为你不是票据的权利人 那你怎么再去转让汇票权利呢 你就转让不了了 是吧 但是呢 注意一下 委托收款背书的背背书人 不得对他人进行转让背书或质押背书 可是呢 他可以再对他人进行委托收款背书 换句话说 他有代理权 所以他是可以去转让代理权的 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附代理 或者就是合同法里面所介绍的转委托 你可以把它理解成这个意思 所以能干嘛不能干嘛 要了解清楚 这是小点 好 接下来 看质押背书 质押背书 是以在票据上设定治权为目的的背书 所以他的目的不是转让票据 不是转让票据权利 他的目的是为了持票人设定质选 所以他在进行背书的时候 他的绝对必要记载事项 除了背书人签章 记载背背书人名称以外 还必须要去记载 质押 字样 那如果写成设置 担保 这也是可以的 但是注意啊 如果说 没有记载 说你只是背书人签章 记载背背书人名称了 那这就是转让背书 那么如果出制人在汇票上 他只记载了质押字样 而没在票据上签章 这个不构成背书 那如果说出制人 未在汇票和沾单上 记载质押字样 而是另行签订了质押合同 和质押条款 也不构成质押背书 票据是什么证券 票据是什么证券 票据是文艺证券 正因为是文艺证券 所以你的记载 必须得写哪 必须得写在汇票和沾单上 如果你没有写在汇票和沾单上 你写合同上了 你到银行拿合同 银行认吗 你有合同 你找法院去 对吧 那你由民法典来进行规范 你在票据上写 那由票据法来进行规范 一个找银行 一个找法院 那是不一样的 对吗 这一条考过主关题吗 没考过 但是我告诉你们 这一条 它有主关题考核的基因 而且是先天带着主关题考核的基因 后边我们会讲保证 有一个在票据或沾单上 著名保证字样并签章 如果没有在票据上著名保证 而是另行签订的保证合同和保证条款 不构成票据保证 那一块连考了四次主关题了 12年16年18年 22年考的 这个点没考过 但是他俩玩法完全一样 完全一样 所以这个点也请考生重点关注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支押背书的结果 经支押背书之后 背背书人他取得的是票据的治权 注意一下 他仅是取得票据的治权 他并没有取得完全的票据权利 所以他有权以相当于票据权利人的地位去行使票据权利 包括行使付款请求权 追索权并可以进行委队出款背书 但是有一个大前提是什么 就是在依法实现治权的时候才可以 他在依法实现治权的时候才可以 A公司签发一张票据给B公司 B公司把票据背书转让给C公司 C公司把票据质押给D公司的时候 D公司取得的是治权 所以只有在债务人到期不能偿还债务的情况下 D公司在实现治权的时候 他才有相当于票据权利人的地位 对吧 那你去提示付款 你去追索 你再去委托收款背书 没有问题 都是可以的 但是如果债务人偿还了债务呢 他会导致治权消灭 那治权消灭之后怎么办 因为你不是转让背书 你D公司自始也没有取得完全的票据权利 所以请你把票据返还给人家C公司 直接交付给人家就可以了 好 第二条说 出制人 也就是我们的背书人 如果有其他的债权人 那票据的治权人 也就是被背书人 他享有优先于其他债权人的权利 有担保的和无担保的 当然有担保的优先了 对吧 所以票据金额依法实现之后 如果超过了债权的部分 你是要返还给背书人的 对吧 那用于去偿还其他债权人的权利 好 接下来第三条 他说质押背书的背背书人 并不享有对票据权利的处分权 那票据治权人进行转让背书 或质押背书的背书行为无效 这个咱们前面已经说过了 在质押期间 作为质押背书的背背书人 他只拥有治权 他并不是完全的票据权利人 所以他当然没有处分权了 我们在讲误权法的时候也说过 你治权人有处分权吗 所有权人不才有处分权的吗 是不是 这位因为没有处分权 所以票据的治权人进行转让背书 或质押背书的这个背书行为 就是无效的 好了 看题 这是一道多选题 年头比较早 是14年的题目 说下列关于票据质押背书的表述中 正确的有谁 A说背背书人可以行使付款请求权 B说背背书人可以行使追索权 这是没问题的 C说背背书人可以再进行转让背书 不行 D说背背书人可以再进行委托收款背书 委托收款背书是可以的 所以这道题的答案是ABD 再进行转让和质押是不可以的 接下来我们再看一道10年的题 这道题说假公司对乙公司付有债务 为了担保其债务的履行 假公司同意将一张 以本公司为收款人的汇票 质押给乙公司 为此双方定立了书面的质押合同 并交付了票据 有用吗 签合同有用吗 票据是文艺证券 我们只看票据和沾单的记载 我们不看合同 只签质押合同 不构成票据的质押 那你找法院去解决 依民法点 依担保制度司法解释 按照他的规定去执行 对吧 那么假公司呢 没有按时履行债务 以公司随于该票据到期时持票据 向成队人提示付款 票据上有记载吗 你就持票据去提示付款 问你下列表述中哪个是对的 A说成队人应当向乙公司付款 付吗 票据上没有相应记载 当然不付 B说如果乙公司同时提供了书面质押合同 证明自己的权利 成队人应当付款 银行看合同吗 法院才看合同呢 银行只看票据 C说如果假公司书面证明票据质押的事实 成队人应当付款 谁证明也没用 我们只看票据 B说成队人可以拒绝付款 这个说法才是正确的 大家注意啊 在CPA的考试过程当中 票据法是不会和其他法律结合命题的 票据是单独考一个十分的主观题 所以它充分体现了文艺证券的特点 我们讲票据法内核简单 它就是简单 所以在票据法的主观题里 如果你看到了合同两个字 请你打起十二分的小心 在票据法的主观题里面 出合同就是陷阱 要么就是在基础关系上给你设置陷阱 要么就是像这样 在票据的质押保证这块 用质押合同和保证合同来坑你 所以读票据法的主观题 只要看到了合同 一定要做相应的标记 就这道题来讲 正确答案是第一选项